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四棒是范总正泰 日本的交接棒确实目前仍然是世界最领先的团队配合技术 本届世界田银标赛 加速莫斯科的最后一个大象 男子四成一百米接力 现场的六万名观众已经是 世界大赛当中我们看到四成一百米接力 最完美的表现 真正形成了美国队和亚马加队的交锋 这也是博尔特在近几年世界大赛的之后 在08年他一旦成兵之后 但今天呢他预赛他表现得非常好 在几近失误的情况获得冠军 亚马加队三十七秒六六获得了 美国队时获得了第二 亚马加队获得了冠军 美国队输了零点三秒 加特林在接班如果正常加速的话 应该领先博尔特一个半一个身位左右 而以今年两个人的交锋呢 只要加特林一个多身位领先出去 美国队是有绝杀的机会的 但是确实是有一些遗憾 加特林可能也是太着急了 这么好的形势摆在眼前 亚马加队的男队也是赢在稳定上 他们前三棒四月输给了美国队 但是第三棒和第四棒的交接 特别是阿什米德和波尔特的交接 波尔特没有着急 等到自己队友 他的试试跑在身边 再加速接棒 加特林求胜心切 我们太了解他的状态了 他是憋着一身的力气 太想赢了 太想赢在今天的莫斯科了 他把全身的劲都使在了启动加速上 但是第二步滑了一下 这可能就是命运或者是一些运气 亚马加队在08年奥运会 09年世锦赛 11年大秋世锦赛 12年伦多奥运会 莫斯科世锦赛 五连胜 前四次连破世界纪录 今天呢 确实破世界纪录已经很难了 但是他仍然是保持了稳定 莫斯科世锦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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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队这个接力呢 真的是很重要 如果他们赢了 他们金牌呢 将追平俄罗斯队 同样是气美 而且奖牌数超过俄罗斯队 成为金牌奖牌 应该是排名第一 而且他们距离创造这一神奇的表现 只差最后一百米 或者说只差一个接力棒 大家可以看到 萨拉姆赢 阿什米德应该赢了一个身位 就是交接棒这一瞬间 加特林呢太着急了 第二步滑了一下 导致了他启动加速呢 有点乱 再去追的时候 他在追波尔特 已经是很困难了 再来看最后 加特林有些着急 美国的男队女队呢 在最后接力的时候 都出现了一些瑕疵 可能还是心态上 出现了一些起伏 因为特别是男队 太想赢一次亚美加队了 这次终于有了最好的机会 眼睁睁地看着机会 在手中溜走 就像钻着一把沙子 这个机会就从指缝当中 一点点地留掉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未来两大巨星团队 在最高级别对抗当中 那种交锋的看念 比赛的悬念 又重新回到了赛场上 确实是非常的好看 赛场上 赛场上 本届 día 本届这田井苗赛终于是完美цев关 波士托也拿到了他如愿以偿的 世界田井苗赛的 谢谢大家